可是这位将军怎么会拥有如此精美的 如此规模庞大的青铜车马泳队呢 这组车马泳队究竟是谁铸造的 究竟属于谁呢 这位学者进一步考证说 当时这张叶大量出产铜 而梁州的青铜冶炼工艺也很高潮 这位张将军被任命为武威军首 同时册封了侯爵的头衔 为了感激汉明帝对他的之与之恩 他就铸造了这组青铜车马泳队 献给了皇帝 当这组青铜车马泳队送进京城洛阳的时候 汉明帝非常喜欢将他们安置在平乐观 并且命名为梁州贡马 很遗憾这组进凤到京城的青铜车马泳队 毁于东汉末年的动作之乱 幸好这张将制作了两套已被精选 一套送入京城 一套留给自己 等他去世之后 他的后人就将这一套青铜车马泳队 埋进他的坟墓给他陪葬 二套 三 三 二 二 三 感谢观看